其实如果是数字栏位的话 它其实也是帮你做三米夫 但是它是前面那个名称的三米夫 它会把一样的人把它放在一起 其实里面实际上也做一个叫三米夫跟康一夫 所以其实如果你要单独不用枢纽分析表 要做出报表的话三米夫跟康一夫 在做报表这个需求上面 其实用到的机会还蛮大 比如说我今天要计算什么 计算部门好了 部门里面的奖金帮我加总 那这边的话因为部门可能很多个 那我只要什么 只要像销售部的帮我加总 帮我开发部加总 就个别部门加总的话 那你其实这个地方也可以利用枢纽分析表 你就把什么部门跟奖金放到枢纽分析 它也会帮你加在一起 但是如果说你今天杀鸡不用扭招 你想说我不用这么复杂 我用函数就做一做就好了 比如说我报表很简单 几个栏位填一填 那这个时候的话 其实你就可以利用什么 利用叫插入函数 所以特别之后我们这边有三米夫 切过来 那我就用什么 用数学函数这个类别 然后你就在底下找一下 找到刚刚有一个三坡达的上面 有一个叫三坡达上面 当然另外有一个三坡达的S 这个S的话 其实它跟三坡达的最大的差别是 三坡达只有一个条件 三坡达的S的话是多个条件 它这边就是一个 一个范围一个范围一个范围 一个范围一个范围 它有好多个范围 如果说你的懒 你要条件不止一个部门 而是说你还有别的条件懒的话 那你可以用三比的S 不过目前我们这一题是比较单纯 所以我用三米夫 OK按确定 再来的话它会有三个条件要你下 第一个的话Range 特别之后 我是建议我的习惯是 这两个一组 这个是最后要做的 就是在这个范围里面的什么条件 如果这个范围里面的条件为True的时候 那就帮我把另外一个范围 同样位置的资料 帮我做加总的动作 大概是这样 所以我示范这个范围 一 我们 你 你也可以 有的时候 甚至我刚才 习惯先把中间先加 我的条件就是 销售部 所以我就直接怎么样 把那个销售部这几个字输入 帮我把那个销售部的这个 这个部门的话 资料帮我把它找到 在哪个部门 在哪一个范围呢 第一 所以第一 先卡条件 理论上它会自动帮你加算 OK 因为它是一个自串 第二个去哪边找 所以这个先做 去这个范围找找看 如果有找到的话 帮我把奖金加起来 那指的是同样位置的 OK 这个1800 1500 这个不是 1200 所以加总之后的话 就把结果率通过 4500 OK 应该可以懂这个逻辑吧 那底下开发部的话 当然 你就可以把这个复制一下 这边把它贴一下 这边改成叫什么 叫开发 开发部 OK 那一样 开发部一个 开发部两个 加在一起 OK 所以这个地方的话 这三米 第二个是说 如果销售额 大于5万的 所以这个销售额 如果大于5万 把这边加起来 所以一样 插入函数 我最近使用过的 三米 所以 除了说可以 用那个什么 用销售 这种自串之外 你可以大于5万 也就是说 你可以在 那个什么呢 一个数字的前面 加上大于等于小于 等等的那个运算值 可以 有没有 让它去做逻辑 判断 有没有大于 OK 但是它最后一样 会在外面加一个 那个什么 双米 这个是固定 然后你 所以 这个大于5万 哪个范围 所以我喜欢 先2 再1 这个范围 帮我找找看 有没有大于5万的 有 有的话 帮我把什么 把这个范围加强 OK 总共是26个 应该没错 123 所以这几个加在一起 刚好26 OK 那这个是比较基本的 就是三米服的应用 接下来的话 我们要做进阶的应用 什么进阶应用 待会的话 请各位开这个里面的范围档的007 第一个 第二个011 第三个009 有三题 那比如说我今天第一道题是什么 就是销售人员的总和 那销售人员总和 各位可以看一下 不过这一题还蛮特殊的 这是算进阶用法 什么叫进阶用法 就是说 产线有没有 人员之和 好 这边各位看到 产线 他这边有一个调诡的地方 产线 刚刚是销售部全部都一样 这个是什么 产线有12345 可能有到10条产线 那怎么办 那你条件你想说 那如果按照刚刚的标准 最近使用过的三米服 款的第一个就是什么 产线 可是不对啊 产线1吗 那如果234怎么办呢 那做一次 先把产线1加在一起 再把产线2加在一起 再把产线3加在一起 不对不合理啊 所以这怎么办 OK 那第二个范围 范围就这里 加总的范围就加这个 工资帮我加起来 OK 所以关键的地方在哪里 记得哦 如果说后面这个字 假如我不确定的话 你可以用万用字元 你可以用两个万用字元 一个叫问号 一个叫星号 那有什么差别 如果你后面这个字 假如说固定只有一个字 比如说产线1到产线10 那你用问号OK 但是如果说你有产线11 12 13 后面可能有两个字的话 或三个字的话 那你就用问号不行 因为你用一个问号 只有1到10 那如果两个问号变11到20 对啊那怎么办 你总不可能又再做 所以哦 如果你不确定长度的话 你干脆加一个什么 加一个星号 星号指的就是 不确定长度 不管说几个字 反正一个字 两个字 三个字 四个 几个字都没关系 只要说开头是产线的 就帮我找到吧 OK 这个万用字元还蛮重要 因为有些同学 不会用的话 哇那麻烦了 你可能要怎么 一直加一直加 那很浪费时间 所以一个星号跟问号 按确定之后 他就帮我加在一起了 那另外顺便讲一下 哎 如果哦 我希望怎么样 清真一个 这个干脆直接复制过来 如果我今天希望 刚刚这个动作哦 我要把它用 用VBA的方式来写的话 哎 这样怎么做 我不要 不是说丢公式哦 如果你现在直接丢公式 用三秒 那没有意义啦 我希望怎么样 最好是哦 可以用VBA 怎么写 所以你如果旁边按个按钮 是一个SUB 然后他可以什么 For I 等于第二列到第十一列 做什么呢 如果他的A栏里面的资料 的开头两个字是叫产线的话 开头 那帮我把它这边的资料 累加起来 累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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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累加完之后的话 再帮我把结果丢到这个储存格 所以如果刚刚的这个叙述哦 你有办法把它转成VBA 其实这个地方VBA的重点就是 如何在VBA里面写出累加的程式 OK 累加的程式里面的话 还包含什么 一个回圈 逻辑判断 再累加 最后把累加结果 丢到这个储存格 那怎么做 OK 所以请各位先试试看 也许先开007这一题 然后呢 把刚刚这个产线 这个信号做出来 待会我们再来看 如何再把它变成 VBA里面的累加做法 OK 所以请各位先试一下 把这个三米辅 大概熟悉一下 特别之后 这三个参数 我的习惯会先从中间开始 反正那个条件 是对应到上面那个范围 如果说 那个条件跟范围 符合的话呢 那帮我把底下那个范围 对应到的资料 一般是数字 帮我做加总 其实就得加起来 那如果说我今天 同样的类似方法 假如我不要用三米辅来做的话 我要把它改写成VBA 那这个地方呢 该怎么做 那请各位先试一下 待会我们再来 看这个007的VBA 好 好 嗯 好 我